好在我相信疫情的部分啊到過年前甚至過年後甚至到三月前 我們都還是會持續不斷的要一直與時俱進的在討論 但是是不是因為很多人他其實早就已經把心力放在今年年底的2022的各縣市選戰了呢 我們要來看到是屏東殺到刀刀劍骨 就是在民營黨黨內自己吵翻天了 等一下我們會先播一段影片 但先跟大家稍微說一下這個前情提要 這是在昨天呢潘夢安出席了一場提升道路品質建設計畫的剪彩儀式 然後呢中間就一度有莊瑞熊中嘉賓的助理上來合照 等一下您會聽到的是潘夢安他當場飆了 連出力都沒有只是來這裡想拍照的 看完這個影片之後我們請我們的波及哥幫我們來分析 老實說會發生這個事情我個人覺得相當遺憾 倒不是我個人在這樣的場合外界在傳說把面子上下不了台 也不是說過去我們共同打拼為地方建設爭取的努力被人家忽視 而在於呢我服務處的主任謝主任在這事件當中跟莊委員的服務處的副執行長一起被很難堪的驅趕出場的情況之下我真的對他抱不平 因為畢竟我服務處的謝主任在屏東也是資深的媒體人退休 跟縣府很多甚至一級主管過去都在媒體有交情 也不是跟縣府的高層完全沒有邊緣 更何況他的家庭他的父親就是我們的資深黨 可以說是一個墨綠的家庭 是因此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是針對委員的公共職務有一些不同的處置 我倒也可以 就是算了可是呢對他來講我真的很抱歉 真的讓他今天遇到這樣的難堪跟虛弱真的是過一不去 任何的建設都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不是一個人或一個黨的功勞 派現場過去表現非常好 因為最近可能初選在籍所以表現有點失常 這個指定接班人如果接不上來當然有壓力 所有的人都應該平常心來看待不用太苛責 準備過年大家都要心平氣和來過好年 未來我莊瑞雄會努力的打造我們屏東 變成一個開放的政府 楊明哥看起來好像都蠻Peace的回應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這場屏東的這個縣長選戰已經提早開打很久了 這各地的comdown都看得到 其實大家都掛起來 那當然主要是因為潘夢安他主義的是周春敏 他也是單壓周春敏 那現在怎麼樣呢 莊瑞雄他可是有英系的稱謠 那中嘉賓當然也是很早就開始掛一些招牌出現 還有他的宣傳看板 那在這個場子裡面 潘夢安這邊幕僚當然幫他爆區啊 就說是因為其他有重要的這個中央官員也在啊 那包含是有道場的立委當然有上去 那你只是助理的話 還不知禮貌 所以才被趕下台 你自己怎麼解析這一段 這個我們 在我們看來完全不意外 為什麼 這個現象 在潘夢安開始拉台這個所謂周春敏 已經是屢見不鮮了啦 只是這一次用很粗暴的言論 去等於是批評 批評黨內的同黨的這些同志的助理說 你都沒出來了 只是想來拍照大可不必啊 這樣子老實說會讓人家覺得你沒有氣度 楊明哥你自己說他私底下 利用各種場子在幫周春敏拉台嗎 等一下我會秀照片給大家看有證據的 那我先講一個就是說 屏東縣政府其實在最近大概半年多 只要有立委 跟這個參加屏東縣政府活動啊 基本上如果有莊瑞雄有宗嘉賓在台上啊 可能宗嘉賓跟莊瑞雄會被剪掉 只剩下周春敏 對這是屏東地方的這個媒體人跟我們講的 就是說屏東縣政府提供照片 基本上只有潘夢安跟周春敏 這麼明顯就對了 不會有莊瑞雄跟宗嘉賓 這已經我們覺得啊 這畢竟是你縣政府自己的照片嘛 你可以這樣決定 那會劍軸嗎 沒有是不是 你會發現就是 那個 比如說今天莊瑞雄臉書也有貼 參加同一場活動 可是在縣府的網站 你就找不到 對類似這樣的狀態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1月11號喔 1月11號 屏東縣政府因為喔 最近因為 潘夢安去年12月25號 就職滿三週年 他開始辦各式各樣 所謂的縣政說明會 邀請各種團體 包括有勞工 有醫事有什麼 各種什麼社福啊等等 告訴大家說 我在屏東做了什麼事 這一場叫做1月11號 在屏東市的這個叫維多利亞 的這個婚宴中心 婚宴一個飯店 算是屏東最豪華的飯店喔 在他們辦的這一場叫做 醫事團體的縣政說明會 好大家注意看中間是什麼 唯一支持周春敏 好那現場的人拿到的這個文宣喔 跟這個周春敏的水喔 對大家可以看到 還有你看畫面上 家用電話用心達完 唯一支持周春敏喔 周春敏團隊 然後提供了一份這個叫 民調的叫戰守則 有人看不下去啊 把這個東西爆料出來啊 提供給我啊 都沒有其他家嘛 沒有說什麼影片順柔 可能後面有中嘉賓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唯一 我現場唯一只有周春敏可以參加 重點在於說 這是縣政府辦的活動 縣政府辦的活動 變成唯一支持周春敏 當你今天我覺得潘孟安縣長 老實說以前我們從 我以前在跑立法院的時候 跟他也互動蠻多的 他過去是一個以 所謂的支持公平正義 輔助弱勢這樣的形象 來進軍從屏東 他是最南端 台灣最南端 就是南屏東的這個選區 選上之後到了立法院 他很重視的就是所謂公平正義 結果你現在當了屏東縣長 居然是用縣府的資源 縣府的活動來拉抬 來特定你支持的這個縣長的這個參選人 我覺得這個老實說這個已經跨越紅線了 我們所謂的行政中立 如果今天是黨內初選 你需要做到這個程度 拿縣府的資源 來幫特定的人來拉抬 我覺得這個某種程度已經 我相信台灣的民主應該 多數的民眾不會樂見看到這樣的現象 那我們在竄到這一次所謂的 你去批評 莊瑞雄跟鍾嘉賓的這個助理 會讓我覺得好像屏東看起來是 潘孟安對周春明的選情不樂觀嗎 對 就你很急嘛 我連你曝光都不要讓你曝光 莊瑞雄真的有講這一段喔 他的意思就是說 哇如果被指定的接班人 民調真的領先 潘縣長應該昨天也不用發這麼大的脾氣吧 對所以你知道 最近屏東有很多很多的民調數字 一直往排北傳 有各式各樣 每一家陣營都有每一家陣營不同的民調 但我去年喔 我那時候我記得七年大概十二月 我那時候有去訪問莊瑞雄委員 那時候我問他一份民調 那時候是聯合報寫的民調 他特別提到就是說 周春明的支持度跟 跟莊瑞雄跟中嘉賓 三個都在誤差範圍內啦 就很近啦 但是呢 周春明的去分析 那個交叉分析他的支持群這種 藍營的支持者是 周春明最主要的支持群 欸很特別喔 然後呢 那個莊瑞雄是綠營支持度最高 對 然後中嘉賓是比較平均啦 那平北因為他的選區嘛 比較高這樣子 那會讓人 因為我記得前兩個禮拜喔 都有陸續都有在這個很多節目上面啊 都有人拿出說 有國民黨的議員在幫周春明做 所謂的你剛剛講那種民調的叫戰的 這個我有聽說 對教你怎麼做這個唯一支持喔 你不禁讓人覺得 這是什麼 這是民進黨的黨力初選耶 怎麼會 好像國民黨的角色也在裡面 而且這難道是暗黑戰法嗎 就是說 國民黨覺得周春明最弱 所以呢我先把周春明扶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國民黨的這個支持者 有辦法提出一個人選 擊敗周春明 有嗎 有嗎 目前屏東縣 請問直斗 援志 嗯 現在屏東國民黨是誰要選的 是廖淮如啊 啊 蘇清權 表態是蘇清權 蘇清權 前立委嘛 可是 如果今天是布了一個這個局喔 說啊 我們民進黨把最弱的 把它出現喔 然後呢 國民黨就有機會贏嗎 你覺得有這樣的可能嗎 我覺得有可能啊 真的嗎 因為這個砍下去 它不可能不內商的啦 我覺得破口還是有機會 而且上一次 我們蘇清權在那邊 其實拿到我們國民黨 在屏東縣的最高票 力來了 已經成績算不錯了 他們的比例是多少 也差不多啦 三成多啊 不會啦 不會啦 也我覺得 打得算漂亮啊 所以這一次如果民眾黨 民進黨他那邊 砍的內商的話 其實國民黨是有機會的 其實現在還有一個懸念啦 就是說 就我了解啦 屏東現在新潮流 因為鍾嘉賓跟這個周春銘 都是新潮流系統的 那現在新潮流所謂大佬 立錦翔 最近聽說已經南下屏東去協調了 那可是在這個時間點發生 這一個事件喔 恐怕鍾嘉賓跟周春銘有沒有辦法協調 因為對莊瑞雄他最害怕就是 當新潮流兩組變一組的時候 那他就很不利 所以現在發生這個事件 到底鍾嘉賓會不會願意被協調 這是一個變數 然後第二個變數是什麼 如果今天是不管是周春銘也好 不管是鍾嘉賓也好 如果出現喔 接下來會有個狀況叫 你知道最近看板除了這三個人喔 大家如果去屏東喔 還會看到一個人看板 那個叫蘇正清 沒錯 無黨他現在是無黨籍 但是他加入民進黨團運作 蘇正清也很早就掛了 他不是掛 我想說你講哪一個掛 掛看板的掛 對我以為是司法案件的掛 掛看板的掛 對他很早就掛了很多看板 可是他沒有明講他要參選 但是就我們的了解是說 如果是鍾嘉賓或周春銘出現的話 蘇正清不排除會參選 年底的縣長 那到時候我認為喔 國民黨是有機會喔 如果蘇正清參選的話 變成綠營是兩強嘛 那國民黨真的難講喔 搞不好在莫名其妙這樣子 心結這樣打來打去 有可能國民黨是有機會喔 蘇正清其實有說他不會缺席啦 你說誰蘇正清嘛 蘇正清說他不會缺席 對啊 但是我剛剛有秀了這些 這些所謂的 縣府去拉抬的 這些證據其實還有很多啦 我記得最近屏東有很多朋友 都看都親眼參與過啦 其實以這一張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剛剛我秀的第一張 這一張喔 這一張其實在臉書上面 這張不是網友爆料給我的 這一張是臉書 有一位網友自己貼在臉書 然後他的標題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標題是說 我被騙了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就可以聲音樂 裡面也會不會消失 還是真悲 我可以搜尋 衝